首先谢谢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陈理事长 在春节期间收集了护理师代表 以及专科护理师们整理出来的问题 这个系列讲座就是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而设计的 在这里列出了当时候收集的15个问题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与我在台湾的护理专业同事们 以及正在台湾追求护理生涯 或者想要追求护理生涯的学弟学妹们 分享我在美国求学、上班以及教书所得到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这个系列讲座总共包含了五个主题 就学、就业、在职、专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职场难题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些主题分别探讨了哪些内容 在就学讲座里我们讨论追求护理生涯时所经历的学业要求 探讨不同的学历、学位跟他相对应的执照考试 还有可能获得的职位等等之间的关系 就业讲座主要探讨在寻找护理工作时 会遇到的一些决定性因素 比方说除了福利制度以外 加班、加班费的补贴、有薪假期、假日工薪 常常是让护士们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 而美国护理工作的职缺广告上 会有所谓的全职、兼职和按日记仇等字样 这些代表了不同的工作形态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不同的工作形态 到底不同在哪里 另外,试用期、新人训练、在职进修、执照的保持 等等的内容也会包含在这个讲座里面 在职讲座我们主要探讨着 护理师的职位跟他的责任 美国常见的护理模式 在不同的护理模式中护理师的职责 还有年度考核、调薪等内容 在与专业同事之间的关系这个讲座里 我想要稍微介绍一下 在美国,护理师和同侪、上司、下属 以及与其他医疗团队里的专业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护理师在这个关系网里面 所担任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 最后,在职场难题的讲座里 我们来讨论一下病安事件的处理 美国的法律对护理师的期许是什么 一般新手华人护理师的强项跟弱项 每天要面对的口头报告以及书面记录等工作内容 还有就是大部分护士不喜欢的调科支援其他病房的状况 在今天的主题就学 我希望能解释一下 目前美国的护理人员到底有哪些类别 不同类别的护理人员们需要完成的学业 以及必须达到的学位要求 不同的学业课程和他的学位 以及未来工作的职位内容的关系 介绍一下美国护理人员的执照考试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护理学生 如果我今天能够解答了前面列出来的15个问题中的这两个问题 那我想我今天的讲座就达到目标了 在这里我们先列出美国护理人员的四个等级 那翻译一下好了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CNA 这个大概是类似于护佐这样的职称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 LPN或Licensed Vocational Nurse LVN 大概相当于台湾的护士这个等级 在2005年的时候台湾停招了高职护理科 然后在2013年停办了护士普考 那么在那之前护士是高职护校培育出来的护理人员 LPN或者LVN大概就相当于这个等级 RN相当于台湾的护理师 这个RN它是来自Registered Nurse的缩写 直接翻译应该叫做注册护理师 那在介绍美国护理系统的中文资料里 经常会看到注册护理师这个名词 不过注册是强调它的证兆 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在学校注册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以后就会常经使用RN这个简称 或者护理师这个简称 APRN Advanced Practice Registered Nurse 通常翻译为高等专业注册护理师 它包含了许多的类别 在这里列出了四个类别 那台湾的专科护理师就比较类似 这四个类别里面的Nurse Practitioner MP 不过学历要求上职权跟美国的MP 或者是APRN不等同的 那总的来说呢这里列出的这些职称或者职业之间 它有很明显的学历跟执照的要求不同 但是从属关系倒是不一定很分明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学历跟执照的要求最低的护理人员开始介绍起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CNA 他是学历要求最低的护理工作人员 通常经历了少于半年的训练期 所经历的训练必须是该州州政府认可的学程 训练的内容最主要的是包含了提供病人的基本生活照护 好比说铺床、更衣、沐浴、进食、走路 强调不是替病人跑腿去帮病人买东西 而是协助病人走路 比方说扶着病人帮忙推点滴价、推轮椅等等 他们还兼顾了量血压、脉搏、测量生命真相 也记录这些真相 测量然后记录病人的intake and output等等 在CNA的求学过程中除了在课堂上上课以外 也有实习的要求 在完成训练后必须通过正式的州立护佐证书考试 取得可以职业的证书 这时候的证书不是license、不是执照 而是证书certificate CNA是医院、复健疗养院、老人疗养院的基本护理工作人员 年薪约美金三万元左右 根据美国劳工局 全美总共有158万个CNA的工作岗位 有些社区大学规定 你必须要先有半年或一年的CNA工作经验 才能够申请这些社区大学里面的LPN或者是RN的课程 LPN或LVN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 or Licensed Vocational Nurse 我个人觉得这个身份 这个工作人员 它比较像是台湾的护士 在美国呢 LPN它是在社区大学或职业或技术学院里面完成学业的 解释一下 美国的社区大学跟台湾的社区大学是两个概念 台湾的社区大学往往指的是社区活动中心里面开设的学习课程 插花、书法、使用电脑、老人手机使用等等 而美国的社区大学却是正式的学校提供学历提供学位的 它的英文真正的名称是叫做Community College 它相当于台湾的什么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台湾的大专院校 提供了一些学历或者是说提供了以下的学习 它包括了diploma、证书 Associated Degree就是副学士学位 另外就是Bachelor Degree学士学位 这个比较少见 有的Community College有 有的Community College没有 报考LPN执照考试之前 考生必须完成被当州政府的 护理管理局认可的学成 毕业后呢 通过考试取得了执照以后 LPN才能够职业 这里列出LPN可以做的事情 LPN职业的场所包括了居家护理、医院、养老院 还有所有CNA会做的地方 再来就是LPN可以经过更进一步的特别训练 取得特别的证书 然后独立的提供单项技术的服务 包括了IV therapy 静脉注射、静脉治疗、伤口护理等等 全美大概是有72万个LPN的工作岗位 那么LPN的薪水大概在47,48,000左右 RN Registered Nurse 这是最符合美国移民需求的护理人员 那最重要的是RN是美国护理工业里面最基本入门级别的专业护理人员 专业人员这个词有它很特殊的定义 我打个比方吧 LPN它就不是专业人员 RN才是 RN是专业护理人员的起始点 那什么叫专业人员呢 专业人员最基本的要求是 它经过了特地的学科学理以及职业的准备 它拥有该职业的知识 它能运用这个知识来对它职业时候发生的情况 独立的做出判断 并且采取最适合的行动来解决问题 这样的人才叫做专业人员 那么LPN跟RN呢 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在学业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评估 Nursing Assessment LPN的学业准备中没有对病人做评估的训练 而评估 Nursing Assessment 不但是RN在学业上不断被强调反复印证的学习技能 也是RN执照考试的重点 所以说RN是美国护理界的入门级的专业护理人员 RN呢有三种培训的过程 提一下 全美大概有380万个护理师的工作岗位 那RN有三个培训过程 第一个是最常见的 复学室 复学室就是经过政府核准的社区大学里面举办的护理师专业课程 是两年的专业训练 当然你要进入这专业训练之前 你必须要先完成 先修课 还有一些尝试课程 第二种是学士学历 也就是Bachelor Degree 它是在四年制的大学本科系的毕业生 在这四年的大学本科系中呢 后面两年修的才是护理专业课程 前面修的是Perequisite 就是先修课 大家最能理解的先修课就是解剖生理学 Anatomy and Physiology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别的先修课 第三种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无学历文凭Diploma 它是经过一些训练机构 最常见的是医院 设计了这么一个护理专业课程 也是经由该州政府立案审核通过的 在这个医院里面培训了RN出来 那但是因为它是医院 它是一个职业机构 它并不是一个学业机构 所以出来是没有学历 没有学位 但是可以有完成这个训练的文凭Diploma 说到这里 我要先停下来 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个基础护理人员 CNA、LPN跟RN 他们的学位 CNA小于半年的训练 通常是三个月 没有学历 训练完成后会有Completion of the Training 也就是节训证明 LPN有一年的训练 课程训练后可以领取结业证书Diploma 可以经过特别的训练 在成为提供某护理特殊技术的专才 RN可以是两年的护理专科学校 也有大学本科系的学士学位 也有Diploma 非学历文凭等等 严格的说起来 CNA、LPN、RN 他们不是真正的学历、学位 也不是工作岗位 这三个词最先指的是不同等级的护理职业执照 以及持有这三个不同等级执照的护理人员 指的是执照跟持有执照的护理人员 那学业机构所提供的CNA、LPN、RN的课程呢 就是针对这三种执照 这三种特殊人才所设计的课程 那我们再来讲 再讲一下这三个基础护理人员的执照 CNA、护佐的检订证书 Certificate LPN他参加的考试是全国性的执照检订考试 所谓的NCLEX 这个很有名 National Council Licensure Examination NCLEX 那么LPN跟RN都要经过NCLEX的考试 那但是我们刚刚说过了 LPN跟RN他们所上的课其实不一样 所以呢NCLEX也是有两种 LPN呢职业护士执照 他通过的是NCLEX LPN的考试 获得了LPN执照 而RN呢 则是通过了NCLEX RN的考试 取得了注册护理师的执照 那么说到这里 我要买一个关子 我们先不提APRN 我们先来谈一个机构 两个机构好了 第一个 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Boards of Nursing 第二个 State Board of Nursing 先讲State Board of Nursing State Board of Nursing是各州的护理管理局 是州政 隶属于州政府 它是一个公家机关 应该是相当于台湾卫生福利部的 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吧 State Board of Nursing是美国各州州政府里面 负责管理各级护理人员的执照 以及护理人员职业的机构 每个州呢 它有它自己指定的护理人员的执照标准 包括你必须通过什么样的学历 然后才能申请执照考试 或者是从别的州 以同资格来跨州转换执照的审核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州与州之间的护士跟护理师 这两个level的执照 LPN、RN的执照 其实是可以互相转换 你可以从亚利桑那州的RN 换成加州的RN 你也可以从Washington State的LPN 换成加州的LVN 这是可以的 只要你学经历 送到了你要换的那一个州的 State Board of Nursing 去让它审核 审核通过就可以 然而呢 有一些情况 会让那个State Board of Nursing 就是管理局 审核以后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有一些地方是不够不足的 那么请你补足了这些地方 才会成全你的申请资格 所以这就是State Board of Nursing 那么什么是 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Boards of Nursing呢 这个就是各州的 州立护理管理局 联合起来了 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 非公家机关的 全国护理管理局联合会 那么这个联合会呢 他就负责了全国所有州的 护理执照考试 鼎鼎大名的NCLEX 我们刚刚讲过的NCLEX 就是National Council Licensure Examination 就是由这个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Boards of Nursing 发展出来的 我不想要讲到这里以后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混淆 这是个什么概念啊 你刚刚说了 每一周不是自己管自己的 护理执照考试吗 不是各州管各州的 护理师护士的执照吗 不是各州有各州的 护理管理局来管理各自的 护理学历吗 简单来讲 Yes 是的 但是 考试不是各州出 各州的考题 你想一想 各州的护士护理师 是很有可能到其他州去工作的 而执照也是可以在各州之间转换的 那么很合理的 你需要一个第三者的机构 很客观的 负起了全国性护士执照的考试内容 那这个第三者的机构 在某个程度上 它就可以确保通过执照考试的 护士LPN或护理师RN 在相当程度上 它符合了全美各州的LPN RN的最基本职业资格 要不然你怎么换执照呢 话说到这份上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机构 私人机构 这个机构叫做Piarson View Piarson View呢 它是全球computer-based testing 也就是电脑考试的这个机制的先驱 那它是真正提供考试场所跟考试的机构 这三个机构 一个护理学生毕业 要取得护理师执照或护士执照的时候 它必须面对这三个机构 不要慌 我们来解释一下 首先咱们画一个三角形的图 然后在这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放了这三个相关机构 一个护理学校的毕业生 他决定要考试的时候 首先先向该州的State Board of Nursing 护理管理局提出申请 把他自己的学历经历缴交出去 接受审核 然后学生就会被指引到另外一个机构 Piarson View 他必须跟Piarson View联络 联络哪一天哪个时间 在哪个考试定点 Piarson View在全美各个地方都有 各个城市乡村都有他考试的点 所以联络好了 就到了那一天那个时间 到了考场去参加真正的考试 当他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 这个学生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 电脑荧幕送出来了考题 这些考题不是State Board of Nursing做出来的 也不是Piarson View自己的 而是由 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Boards of Nursing NCSBN是由这个联合会 这个非公家机关设计出来的 所以他看到的考题 是由这个全国护理管理局的联合会给提供的 所以你在这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美国的护士护理师的执照考试 它是由三个不同的机构 分别是各州的公家单位 由公家单位联合组织的非公家单位 以及一个私人机构 各自承担了执照考试中的某一项工作 跟某一个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可以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考试跟执照发放的 公正性跟公平性 也就是说这么样的一个机制 在它保证全国执照的统一性 全国护理人员的统一水平之外 它也兼顾到了各州自己的独立与自主 那么讲到这里 我想是一个时候来提一下 高级专业护理师APRN Advanced Practice Registered Nurse APRN 它是一群由注册护理师 所以你首先必须是Registered Nurse 先是RN 他们在学业上学理上再进修以后 经过了一些非政府公家的 专业护理协会的全国认证考试 通过后取得了职业执照 顺便提一下 美国有很多非政府公家机构的那种 专业护理协会 这些护理协会同时也是认证 审核来认证高等护理学校课程的机构 那么APRN 它包括不同类 我们在这里举出这四类 Nursing Practitioner NP或NPC 这里的C指的就是Certified 也就是取得职业执照的NP 然后再来我们有Certified Nurse Midwife 执政护理助产师 Certified Registered Anesthetist 这个是执政护理麻醉师 然后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 临床护理专家 这些ARNP的名称同时代表了很多 它同时包括了需要进修的研究所或博士班的学科 他们必须取得的职业执照 以及将来就业的职称 第一个NP NP它有很多的翻译 在这里我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 高级注册护理医师 高级护理注册医师 这个翻译应该可以让大家很迅速的理解这个职业 NP是在研究所或博士班的课程里面 学习针对特定患者的医疗诊断跟治疗 取得执照以后 他们可以为该特定患者团体提供医疗服务 包括检查、下诊断、开处方 决定是否转诊或予以治疗等等的医疗决定 这些决定通常是医生所执行的 NP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人员 同时他们与医生有医疗工作上的从属关系 今天这个讲座我们不谈 我们只强调NP所受的训练跟执照 都是针对某特定团体的 所以NP的学历跟执照是分科 或者我们说分专科 这里提出不同专科的NP 我们刚刚说了NP所受到的训练跟执照 都是针对某特定患者团体的 比方说我们刚刚列出来的第一个就是 Psychiatric Mental Health Nurse Practitioner Psychiatric就是精神科的 经过了Psychiatric Mental Health Nurse Practitioner课程 硕士班或博士班毕业生 然后再经过了认证执照考试以后 他就可以提供一般精神科患者的医疗服务 包括了检查、转诊、开处方等等 但是他不能为其他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比方说他就不能看小儿科病人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我们刚刚说了 这些NP他们在硕士班跟博士班 修到的课都是特定的 而他们去修这些课之前 他们必须先有了Registered Nurse的身份执照 除此之外 各提供高级注册护理师的研究所或博士班 也会有很明确的入学规定 大部分都会要求具有两年或者一年相关的工作经验 好比说我最喜欢举的例子 Certified Registered Anesthetist 执政护理麻醉师的入学标准 通常是两年加护病房 或者是急诊室 或者是手术室的临床护理师经验 那我在鼓励学生再进修的时候 我最喜欢用他们做例子 因为他们的薪水是所有护理人员里面最高的 可以与一般家庭医师媲美 年薪大概是美金16万17万左右 执政护理助产师 执政护理麻醉师 他们全国性的认证考试只有一个 而Nurse Practitioner跟 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 则是有不同的机构来提供不同的全国性执照考试 那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护理系的研究所除了临床职业外 还有没有别的科系 有的 护理研究所里面另外两个不属于临床护理的护理专科有 Nursing Administration 护理行政 比较偏于商科 偏于管理方面 Nursing Education 护理教育 我当年选的就是护理教育 这大概是所有专业护理人员里面薪水最低的 那这两个学历不再琢磨于临床 虽然也有认证考试可以参加 但在职业上却不像其他的专科护理师 在执照上有职业上跟法律上的严格要求 总的来说 护士等级的分类跟他的学历还有职位是成正比的 然而护士的学历跟职位没有绝对的关系 美国的护理界一直希望可以把护理专业的入门学历 从副学士提高到至少是学士学位 也有不少的教学医院 希望能够把第一线的临床护理人员精简到护理师跟护佐 不过我们坦白一点 护理人员呢 也是这世界上的小螺丝钉 我们的职业也是依附着市场的供需原则而存在的 跟其他行业没什么不同 美国的医疗体系是非常庞大 而且很复杂的 就目前我们还是无法单单以学士学位 来满足全国对护理师的需求 美国也没有办法 仅用护理师来满足全国对第一线护理人员的需求 就工作上来讲APRN高等护理师 他的职位跟他的职业执照是一致的 比方说小儿科的全责高等护理师 Pediatric Primary Nurse Practitioner 他手里拿的是Pediatric Nurse Practitioner的执照 就业的时候的职位名称也叫做Pediatric Nurse Practitioner 他的工作内容也是小儿科的全责护理医师该做的 检查病人下诊断开处方 单单只针对小儿科病人 注册护理助产师 他是为孕期的妇人做产检 评估胎儿跟母体的状况 判断有没有转诊产科医师的需要 并且依情况转诊或者节省 认证护理麻醉师 他从事的就是局部以及全身的麻醉工作 以上这些高等注册护理师的职位跟职业执照 他是一致的 他们就是独立的专业医疗人员 同时间与着专科医师们有着合作 雇佣医疗工作上的从属以及监督的关系存在 这个题目很复杂 我们不在这里解释 但基本上来讲 他们的职位跟职业执照一致 而其他硕士学历的注册护理师 学士及副学士学位的护理师 还有护士们等 他们的职业执照和职位 则是会因为雇佣的机构所需要的人才 以及该护理从事人员个人的学经历和工作需求的匹配程度等等的因素而不同 好比说一个护理专科学校里面的讲师资格是硕士学位 那我们有Nursing Education 护理教育系的硕士可以担任这个工作 但是呢大部分的高等注册护理师 因为他们也有硕士的学位 他们也可以来担任这一个护理专科学校里面的护理讲师的职位 而在同一个机构里面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以后 学士学位或副学士学位的Registered Nurses RN护理师 他们也可以担任该病房单位的护理长 甚至督导 而一些在老人疗养院或复健疗养院 尤其是人力缺乏的时候 也有富有相当经验的LPN护士来担任一级主管 当然我们绝大多数的护理人力资源 其实是用在直接的临床护理上 而临床护理人员的薪水 也是医疗机构最大的支出项目 护理这个专业 其实是一个具有高延展性的专业 加入护理行业的人们可以不断的再进修 然后获得本专科他更高的学历以及更高的职位跟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希望大家已经有这么一个影像在脑海里 美国有许多不同的教育机构以及方案在培育人才 而当你踏入Nursing这个专业的时候 你其实在你前面看到的不是一个很平坦的 很平的一个大路 而是你可以看得到有阶梯 慢慢慢慢你可以往上爬的 那在美国呢 护理学生们的背景 他不单单与传统台湾的护理学生不一样 他们其实跟美国校园里的其他科系的同学也很不一样 首先大学校园里的注册护理师的护理学生平均年龄是20多多岁 而社区大学里面的RN护理学生的平均年龄是30出头 更有一些统计指出校园里的护理学生平均年龄是36到39岁 我个人的体验啊 我在课堂上有过不到18岁的高中生 他那时候已经在上第二年的小儿科护理内外科护理 然后也在医院里面实习了 但是呢我也有过这么一个 在他读满一年的LPN的时候 他一毕业就在他62岁那一年考上了LPN护士执照 62岁在美国是退休年龄 而这个从苏联来美国二三十年的老爷爷 他本来呢也就一直在医院当了20几年的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除了许多在职的护佐回到校园来上课 我的课堂里面呢也有希望在护理专业里面奋斗的人 他们来自其他各行业 他们回到校园是为了寻找事业的第二春 包括了二三十岁的退役军人 护理是美国最受普罗大众推崇并且信任的专业 事实是Nursing他已经蝉联了美国18年盖勒普调查中最受人们信任的专业 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工程师20% 医师排名第三 护理之所以受到大众的信任 原因在于护理专业的高诚信 以及高道德标准 这种肯定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世代努力的结果 而护理的专业精神 遵循高标准的道德与诚信的态度 其实是在护理学生进入护理系的第一天就开始培养的了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选择的是护理教育 课堂上教授曾经让我们讨论过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影响我很大 我今天也想问问你们相同的问题 当身为临床护理师 如果我的病房里多了一个护理学生 我的工作量 我的工作量应该增加还是应该减少 当时候在那一个问题跟他引发的讨论之下 我学到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一个态度 后来不管我是临床护理师还是护理老师 我都拿这个来告诫我自己 如果我会因为多了护理学生 我的工作量就减轻了 那么我肯定错了 护理学生来到医疗机构是为了学习实习 他们不是人力资源 而我们身为前辈是要为他们的学习付出的 要教导他们 要引导他们 要检查他们所完成的工作 对他们完成的工作要予以肯定跟指导 那在这之上病人还是我的 于是我应该负的是双重的责任 对病人以及对学生 也因此我的压力应该是增加的 我的工作量也应该是增加的 护理学生们是不知心的 相反的他们是付出学费 临床护理师虽然本身并没有因为护理学生 而得到金钱上的补助 但是在自我以及专业的成长上 会得到回馈 会得到进步 所以带学生的我是快乐的 这就是教学想长 最后在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呢 我想留下这么一个问题 护理学生在实习场所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份 临床的护士 护理师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看待这些未来的工作伙伴 谢谢